当地时间三号晚间 比利时弗拉盟区议会以跨党派压倒性支持 表决通过弗拉盟区与台湾关系 及台湾国际地位决议 这项决议要求弗拉盟区政府鼓励欧盟 深化与台湾双边的经济文化及学术合作 这项决议也要求弗拉盟区政府与欧洲伙伴 采取行动支持台湾的自由民主 以及参与世卫国际民航等国际组织 也强调台欧盟签署双边投资协定的重要性 弗拉盟区议会他们以具体的行动 来展现对台湾的友好的支持 我们表示高度的欢迎跟由衷的感谢 弗拉盟区的政府长期对台湾是相当的友好 我们双方其实在绿能 在投资以及教育科技职讯 工卫等领域我们很密切的一个合作 而且签署了六项的备忘录 中华民国外交部也指出 近年来台湾以及弗拉盟区政府 持续推动创新研发永续能源等领域合作 期盼未来持续深化双边友好合作关系 新唐人亚太电视叶云辱整理报道 新唐人亚太电视